九龍灣麗征花園六座所有D室住戶 星期四下午應政府要求陸續撤離 有住戶說獲安排送去竹哥灣檢疫中心 據知今次撤離的涉及34戶大約幾十人 有一戶居民一度拒絕撤離 談判專家曾到場遊說 一個居民由擔架送走 據知是一個確診患者 近日多個住在六座D室住戶 先後確診新冠肺炎 當局在星期三發出強制檢測令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與衛生防護中心總監王家慶 聯同多個政府部門 星期四到場視察 據了解 衛生防護中心在確診者單位 抽取環境樣本化驗 在廁所喉管證實驗到有新冠病毒 中心星期五會派員大清洗六座 所有D座向單位 聯國勇形容 第六座已成為疫區 與淘汰花園相似的地方 就是它的地渠 它那些渠水位的地方 全部都是最後接隔回 那個污水位的一個分別 但是它究竟有沒有醫院的氣管 有些是有的 有些我們看不到 所以我們不可以很肯定這一點 但有一個我們很肯定的就是 淘汰花園那些天井位 是圍實了、封實了 這裏有一邊是單層 於是危險性一定低於淘汰花園 至於第六座其他居民 要接受強制檢測 到今月20號要再做第二次測試 同樣出現確診個案的第四座E室 和第十八座D室 當局說有關座向的住戶 都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東網記者 隨機回報道